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俄罗斯的闪电站闪了第558天了 有朋友昨天问起,据说乌坎两架直升机被击落了 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没错,这是真的 8月29日,乌军两架直升机在俄罗斯战斗机攻击后 在巴默特附近坠毁,6名机组人员死亡 昨天,在哈尔科夫,人们送别了其中一位直升机飞行员 23岁的伊万·亚罗夫一 这再次说明,当下的战斗是何等的复杂和艰难 最近有不少政客和野生军事家 频频对乌克兰的反攻指手划脚 认为他们的战术有问题,这是十分可笑的 乌军总司令扎如日内吐槽说 每个人现在都是专家,建议我们应该如何战斗 温和地提醒大家,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这场战争了 扯远了,还是回到战场上来吧 先来一张整体的战线图 目前整体是仍旧啊,就是俄军在东北战线主攻 乌军则在巴默特和南线保持进攻的态势 具体而言,东北部战线 辛基夫卡局势基本稳定下来 乌韩部队采取有节奏的战斗来平息这一地区的战火 南段斯瓦托夫·克里米纳方向 乌军在托尔斯克东部的防线现在基本守住了 乌韩大炮和无人机过去的一周盯住了俄罗斯 后勤指挥节点开始不断打击 昨天,在斯瓦托夫附近 他们打掉了俄军的十多台油罐车 巴默特方向 北翼主要还是炮战和战机战 双方仍然在那里僵持 南翼在克里士奇夫卡村和安德里耶夫卡村之间 乌军的进攻取得了地形上的优势 俄军在铁路堤坝这一侧只剩下一平凡公里 在扩九米夫卡的北部和南部 乌亚军队绕过了该阵 从三个方面对俄军发起进攻 俄罗斯人在这里面临被包围的危险 南部战线过去一段时间热得烫手啊 快成全球焦点了 科帕尼、辛普罗、科比夫卡、维尔波维方向 双方的部队正在大约十公里的小区域内进行对抗 寻找对方弱点 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具体战况上 维尔波维在摇摇欲坠的一天一夜后 终于有了崩溃的迹象 乌军正沿着敌人防线进一步的扩大敲斗堡 俄军第七师的两个团正在撤退 在罗曼尼维斯克村附近集结 目前乌军第46旅已经控制了维尔波维村中心 但俄罗斯人不会轻易放弃这里 必定会重新增援和反扑 新普罗科比夫卡的乌军正在巩固在定居点以东高地 以及村庄东北部的阵地 俄罗斯人则继续地将其预备队转移到了该地区 目前苏洛维金县有被切断的风险 但俄罗斯人似乎并没有撤退到下一道防线的迹象 或许格拉西莫夫准备在这里与扎尔日内决战 普里尤特涅 扎维特涅 巴在尼亚 旧莫利尼弗卡方向 乌克兰成功地从北部进入扎维特涅 巴在尼亚 激烈的巷战正在进行之中 与此同时 同时乌军向东绕过扎维特涅 巴在尼亚 杀到了旧莫利尼弗卡郊区 这个地方目前正在激战之中 此外乌军正试图攻占扎维特涅以西 至莫克里亚利河床的整个地段 这个战区的俄罗斯人比较疯狂 他们开始用燃烧物点燃了雷区 试图以此来延缓和阻止乌克兰部队的排雷和进攻行动 据悉俄罗斯军队至少使用了13种不同类型的地雷 排雷工作异常困难 总体而言 目前乌军在加布州的前线 已经比社媒上发布的任何一张地图走得更远了 乌韩情报部门负责人表示 俄罗斯创建了第25集团军作为战略预备队 将其提前部署到了卢干斯克州 同时将更有经验的第41集团军调到了南县 以对抗乌克兰的进攻 乌总参公布的昨日战果 大丰收的一天 纵深方面 昨天乌军炸了这里 还有在托克马克的一个戴药库 再来看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美国方面确认下周将向乌克兰提供皮油弹 乌克兰将从澳大利亚EOS公司获得反无人机系统 德国援助的快捷部署野战医院 已经出现在前线 大约24辆装有K1ERA机关炮的豹2S坦克 即将部署到前线 布达诺夫称 乌克兰正在研发1500公里的导弹和无人机 他又表示 乌军只会打击军事目标 其他的攻击及破坏 很可能是俄罗斯本土的游击队的成果 乌军无法掌控 近8月 乌军打掉的俄罗斯飞机及防空系统 就价值12亿没有 包括两架图尔尔M3轰炸机 四架伊尔76军用运输机 一套S-400防空系统 和一个超制剧探测弹 俄罗斯空天军前司令 斯洛维金和他的副手安德烈尤丁上将 当初反对克工发动特别军事行动 认为这会导致一场巨大的灾难 尤其是尤丁反对特别强烈 这两人现在倒霉了 诺贝尔基金会刚刚决定 撤回对俄罗斯大使出席诺贝尔颁奖晚宴的邀请 稍早前 这瑞典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对邀请俄罗斯表示 如果俄罗斯参加晚宴 他不会出席 另外在视频中被俄罗斯士兵残忍杀害之前 高声说出荣耀属于乌韩的乌韩士兵 亚历山大被追授乌韩国家英雄 乌韩总统赞联斯基把奖章给了他的母亲 并表示亚历山大 乌韩永远不会忘记你 82岁的奥尔加波德·韦尼克 用自己种植的小麦磨出的面粉 并为乌韩的捍卫者烘焙面包 新学年的第一天 奥德萨的孩子们要学会的第一件事 是如何快速跑到防空洞 乌韩国防部发文称 无论如何 我们的孩子对和平生活的每一个梦想都将实现 这让我想起了某人说过的一段话 如果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 这片土地失去了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 如果在我们这一群人的手上 这里的人们失去了自由的生活方式 那即使我们这些政治人物都被扫进历史的灰烬 人们也不会觉得可惜 顺便说一下 昨天我在战报中提到 彼得伊氏为俄罗斯打开的通往欧洲的窗户 如今正在被封上 只要看看今天俄罗斯在欧洲的四面楚歌 就知道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了 然而就是这么一句话 却不知道伤害了哪位看官 幼小的心灵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总有那么些人对身边的不平之事 从不曾挺身而出 却喜欢站在民族主义的制高点上 指责他人的立场问题 一个网友说的好 一个对隔壁老王的死活莫不关心的人 却声称对整个民族充满了感情 这到底是什么那啥呀